第三個 直送 勾誠之陰神 趁蛇 蛇妾且戴煞 克日則由凶 勾誠之陰神 陰神我們已經前面講過了 陰神怎麼看 趁蛇妾 他的天盤是 天盤是騰蛇豬妾 而且戴煞 煞就是不好的神煞 來克日則由凶 這個在打官司的話 可能會照仗責 就是被挨打的意思 那各位照這一句話 去體會 凡是我們要曝打官司的事情 你這條一定要看 這條一定要看 勾誠之陰神趁貴人 生日 他的陰神趁好的話 可洪凶化吉 但是本人的 行年不落空亡 空亡在這個密相裡面 就是一個解藥 一個化解的藥物 所以他這個假如 本命或空亡的話呢 表示說這個貴人無法幫助他 空亡呢 好的也不會好 壞的也不會壞 但是呢出空 出了空亡就應事情的吉凶 我們在六搖掛裡面講 賢機應以空獻之間 空獻之間 好這個是關於講到這一條 浦道 勾誠課日主獲 勾誠假如來課日的話 表示這個盜賊可以獲 勾誠所稱之神 課延武所稱之神 也主獲 他的天盤 來課他的賢武的天盤 也獲 還有一條 勾誠所臨之地 就是地盤 這一條是看天盤的 這一條看地盤 勾誠所臨之地 課賢武所臨之地 主道自敗或自首 就是地盤 來課也是 也可以代表這個道呢 是自首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風水 勾誠可以看風水 那勾誠呢 在這個六搖掛裡面 佔很重要的地位 看勾誠 他也可以看風水 他除了普道 土地 應售方面有關的事以外 他還可以佔風水 我們來看家宅 佔宅墓 住宅一個墓地也可以 勾誠趁望向器 您宅墓則主安 一個掛裡面的宅墓在哪裡呢 在日資上面這個地方 日資上面這個地方呢 就是勾誠的宅墓的位置 這個勾誠在這裡是望向的話 才有用 假如不是望向的話 就不安 若趁修求器 且宅墓行客者 只不安 假如這裡跟這個日乾相行的話 或是相客的話 就不好 這個房子就有問題 還有勾誠裡面有兩個名詞 一個是交會跟障見 勾誠趁程序籌位 勾誠趁就是天盤 天盤是程序籌位叫障 交會 正業趁勢逆十二支 這叫障見 那交會呢 祖禍患連緬 經常有禍患 那障見呢 祖疾病三場 疾病 疾病 勾誠 批刑代煞 災禍勵 因為它是一個很兇猛的 勾誠 我們提位勾誠 就是提位它是一個很猛的 很猛的 所以在民國七十七年 七十六年 五成年這一年 房地產會標 因為勾誠是土神 標 所以標了三個 那一年 在七十六年 有買房子的人呢 那就 就賺到了很多的錢 所以 一些六任掛 對我們 這些都有 智慧上都有很大密切的關係 很大密切的關係 接下來 我們來講這個勾誠十二支 它所臨的位置是怎麼樣 這個看這個勾誠 在地盤的作用 勾誠在地盤的作用 它有什麼作用 勾誠臨職 名叫沉潔 臨愁 名叫授業 都叫做 暗遭臨入陷害 暗人遭受臨入陷害 所以個人這邊要寫 暗人遭受臨入陷害 臨淫名招求 宜上書獻冊 臨市名烹印 機關則主簽聲 常人謊凶 臨毛名臨門 毛就是臨門 主家事不合 臨游民批嫩 批嫩 主有行責 臨成民生堂 臨無名反目 今被他人牽雷 臨為民入役 在為的地方叫入役 臨序 臨序 臨序的地方名叫下益 金主辭送激流 打官司被激流 臨生民欺負 臨害民喪嚷 金主勾連仿護 這個臨生跟臨害 好各位呢 這個把它寫出來以後 旁邊給他註明 他的內容是什麼 將來在看這個掛的時候 可以應用 勾成的類神 我們這個很重要 他是 江軍兵族為醜戶 為艷麗 為平伯小人 為田 為龍 為水蟲 一病為嬉皮 一色為黃 一素為武 那這裡面最重要是 江軍或是醜戶 或是田或是龍 因為他是臣 為水蟲 好 那了解這個類神 那我們 要舉這個勾成的掛 來看一看 好 各位看這個173月 173月 丁醜年 11月初七日 迎降有始 這個掛 因為這個掛跟這個 勾成呢 比較有一點相類似 比較好 好 我們來看 嚴春堂先生 被日經逮捕 門兄 拱若平 蒙兄就是 結拜兄弟 叫拱若平 服務於義華公司 賓主勤助 名為關注 非常關心 特來除戰究竟 特別來請我鋪個掛 好不好 一約此木葉之課 這個木葉課很重要 什麼叫木葉課 第四課花用 第四課 塗克水花用 花用 這叫木葉課 好 此為木葉課 是乃倉促而起 表示這件事情來得很倉促 情必輸以誤會 一定是出以誤會 且 延武花用 必較盡有人耳 延武就是盜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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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課這個盜賊花用 表示有人 有人來叫他抓他 甘之互托 一乎人宅己不安也 因為甘之互托 什麼叫互托呢 因為 金生水 活生土 互托就是互生 金來生他 金生水 這個火來生土 這叫互托 托就是香生的意思 因為互托 所以家裡的人不平安 性承諾於空 莫船也莫又克之 整個掛的重點就是因為 更午日 承煦空亡 承煦空亡呢 所以毛跟塵是線 毛塵線 所以這個 塵土呢 是落線 因為塵土落線的話呢 他就沒有力量 這個就沒有力量了 他就沒有力量了 那這個塵土沒有力量的話 而且加上這個醜土呢 又生根金 醜土又生根金 整個生機就在這個醜土 生根金 整個重點在這裡 而且莫船也莫又克 莫又克土 以莫又克塵土 這個也很重要 甘扇根金 醜土生根 錫金而已 表示這個事情是錫金而已 並無兇險 且疲受對方的優待 以日即至本夜 本夜十四日 丁醜日 當有恢復之望 後果如其歸來 好 就是因為 為什麼會十四日釋放呢 因為整個掛的重點在這個 醜土 醜土生他 所以當他到執令的時候 他就生他了 那整個掛呢 為什麼不會兇險呢 整個掛不會兇險的原因是因為這個 醜土 塵土空亡 這個塵土落縣啊 落縣的話呢 又莫船的銀木又來克他 所以這個炎武 整個掛的炎武心啊 都沒有 都沒有什麼不好的地方 沒有作用 勾成呢 也是普道澤 普道澤 也是空亡 普道空亡 所以這個掛的重點 就是木葉克 還有 炎武空亡 莫船克之 醜土生甘 各位呢 去體會呢 那這個掛就看得懂了 這掛很有意思啊 以後遇到別人被抓的話 就要這樣看 清隆 各位打開六十四月 清隆 清隆屬甲銀木 吉將也 得地則富貴尊榮 失地則財務外號 主財博米可喜慶等事啊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民國啊 這個七十啊 民國七十三年啊 民國七十三年 甲子年那一年呢 這個 蔣經國總統 跟李登輝總統 當選的日子 啊 三月二十號 那就是假營日 當年的五月二十號 總統登基的日子 也是假營日 假營清隆 清隆代表官貴 代表丈夫代表財運 那我們有一個同學 他就利用假營日 假營日去買獎件 結果呢 距離第一特獎 當時第一特獎一千萬 只有十幾張 差第一特獎的號碼 只有差十幾張 所以假營日 假如女孩子去向丈夫的話 一定會向到好丈夫 所以這個 假營日是一個非常有貴氣的日子 所以得地則富貴尊榮 失地則財務壞上 主財部硬博喜慶等事 占公事以清隆為喜神 占公事呢 以清隆為喜神 如果索勝之神 披行代曹 入傳行克日干 還主兇 那稱就是天盤 各位 靈就是地盤 這兩個字呢 要把它連接起來 所以我們站到公事的時候 這裡面有講到公事 站公事要看這一條 好 占婚姻以清隆為主 占婚以清隆為夫 天后為婦 好 占克夫 天后所稱的神 來克清隆所稱的神 就會克夫 心腹日滿 占得天后克清隆所稱之神 一定克夫 所以女孩子的命 也有克夫命的 也有望夫命的 也有祝夫的 什麼樣的命都有 所以宜宙之間的智慧 就是組合 這兩個會不會組合得好 組合得好就會成功 一對夫妻也一樣 假如組合不好就不會成功 所以呢 高明的人就是懂得組合 人類的組合邪 我有聽一個廚師講 他這個菜啊 第一道換鹽巴換醬油 某一種先換煮出來的味道 不一樣 一定自信不能顛倒 所以放出來的菜才會好吃 所以這個組合 佔求財趁望向器 靈望向香 佔求財以清隆為主 趁望向器 趁望向器就是天盤 靈望向香 靈地盤的望向香 以日程相生 或以日程做三合六合則集 但是入船 或臨日程上 船比較有作用 船的效果比較好 或臨日程上 或著榮姬閒地乃不得力 戰婚姻胎場可依此力 所趁之 所趁神之本命主進財 克本命主退財 所以清隆 不但可以看官貴 看丈夫 看財運 要入船 要在日干上 或是日資上 這樣呢 才會有效果 不然的話他沒有 或在聯命上 或行聯上 這個幾個重點呢 各位都要掌握得好 好 清隆也可以看浦道 也可以看疾病 也可以看官衛 我們要來 再來研究一下 這些字 戰浦道 最計清隆入船 戰浦道的話呢 最計清隆入船 因為清隆入船 農有見所不見為之相 所以戰浦道 清隆在山船裡面就不好了 戰行人 清隆入船 主轉他方 就是說 清隆也可以戰行人 戰病 清隆也可以戰病 戰病呢 見清隆入船的話 表示這個人 因為酒食而得 吃東西吃壞了 或是防食而得 防食太多 佔官職 這個清隆也可以佔官職 官職的話 文官要是清隆 武官要是太長 一日乾相生相合則及 環食不好 農場 趁太船入船 主船千轉 這個很重要 清隆太長趁太歲 在山船裡面 畢因牽轉 畢竟有轉到別的地方去 好 環清隆與兇神二煞合併 加以日程上 主喜信中有鬥毆 這個因為 清隆是喜事 那加兇神二上 在日資上面 日資上面 表示喜信中 會有打架的事情 好現在要談這個 清隆開眼 跟清隆安握 夢夜 夢夜趁銀 種夜趁油 季夜趁序 為之清隆開眼 什麼叫做夢夜呢 夢夜就是 營生釋害業 營生釋害就是夢 種夜呢 就是植五毛油業 植五毛油業 為之種 季夜呢 就是程序籌味業 叫做季夜 這個 叫做清隆開眼 主 蕭在 蕭在祥湖 好 還有清隆安握 春襯愁 夏襯營 秋襯成 冬襯四 就春天 正二三夜是愁 夏天 四五六夜是營 秋天 生油戲夜是 是成 冬天 這個清隆安握 主 摘銷 隨林 這兩個名詞各位要 要知道 這兩個名詞要知道 那接下來我們看 青隆在地盤的 哪一些位置 青隆 看這個青隆在地盤的應用 青隆在地盤的應用 青隆襯油名福隆 在油的地方叫做福隆 宜退守不宜盡棋 林仇名盤泥 在仇的地方叫盤泥 主有謀未遂 林夕名登魁 在旭的地方叫登魁 主小人真才 林仇名徽天 在仇的地方叫徽天 主有重重喜慶 林仁名稱榮 林茅為欺雷 林仁為稱榮 林茅為欺雷 金主立以金銀 林衛名吳林 林衛 叫做吳林 吳林的話呢 主傷身之害 林優名摺角 主食送之宴 林優的話 摺角 林聲名摺角 主食送之宴 林吳名燒身 林辰名煙目 林吳為燒身 林辰為煙目 金主不測之憂 林子名入海 林亥名江海 金主非常之疑 因為清隆在水的地方 清隆細水是最好的 以上這個是清隆在地盤的應用 清隆的類神 清隆的類神是為官貴 為婦人 為田 為夫 為丈夫 為龍 為虎 為豹 為豹 為狸 為乙 為甘 為利利 遺獸為壁 遺素為妻 那以上呢 這個就是清隆的這個例子 所以我們在讀這個條文的時候 你都要把每一個條文記起來 那我們現在來擠這個清隆的幾個例子 給大家看看這個例子 是清隆的例子 第171月 秉子年11月初四日 銀匠毛史 這個掛 這個掛 這個掛呢 就是看婚姻的 而且講到這個清隆 就是夫心 這個掛的構成呢 非常有意思 我們來看 李蕭天金佔婚姻 李蕭天先生這個人佔婚姻 移約必成 成後必有送 一定會成功 但是成功以後會打官司 為什麼會打官司呢 甘致上下相合 所以必成也 這句話很重要 甘致上下相合 申子和 亥毛衛山和 事由 丁幾克 奎克原來仇工作 仇事和 申子和 這個就是 山和的和 這樣子和 甘致上下相合 所以必成也 知神生干 則 見念之意 你由生切 這個是重點 女孩子喜歡男孩子 為什麼女孩子喜歡男孩子 金來生水 生金來生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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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 知神生干 則見念之前 你由生切 金命勿吾 李命幾位 吾味又何 元鼠良言 一個是屬馬的 一個是屬羊的 馬羊 五位六合 日月合 五是太陽 魏是太陰 太陽太陰相合 好 出傳莫果 莫生之 以克日上青龍 這一句話是 打官司的原因 最重要 這個 乾上這個植是青龍 這個青龍在這裡 植就是這個掛的青龍 但是呢 活生土 這個 是活生衛土 無活生衛土 衛土來克子水 而且衛土來克子水 植衛相害 植跟衛的關係是害 所以 這個 這兩個活來生這個土來克日上的青龍 青龍就是他 末傳四財又頓鬼行 必因主七財勾頌了 那末傳的四財呢 又稱官鬼 這個 這個吉土也是官鬼 也是來克這個 所以就是說 這個山傳裡面出現兩個男人 哪兩個男人 一個是衛土的男人 一個是吉土的男人 這個 都是土嘛 土為官鬼嘛 官鬼就是丈夫嘛 所以 這個掛出現兩個男人 所以這兩個不平衡 所以打官司了 那這個青龍呢 到底是誰呢 就是說 這個打官司的 這個陳先生是這個 那他本人呢 李孝先進就是這個 是 是這個吉土啊 好 其後 月以果為成謀所控 蓋你之父母 以喜親一成 而依人慌眾 獨請向李今也 閒消破財 暗送已結 結果結婚了幾年 幾個月後啊 有一個陳先生控告他 因為他把他的太太搶走了 因為女方呢 父母已經答應要嫁給這個陳 陳先生 但是女孩子本身呢 喜歡他 喜歡他 所以後來破財消災 破財消災 安送已結 好 那這個掛的幾個重點 很重要 第一個 甘之上下相合 所以 會沉 而金生水 女孩子 喜歡男孩子 山船的 無火來生未土 來克日上青龍 所以會打官司 他們兩個為什麼有言 因為他們兩個 一個是屬馬 一個是屬羊 這個屬馬屬羊 所以這個結婚的這個生肖啊 是有一點意識的啊 數什麼生肖 跟數什麼生肖 合在一起會好啊 好像還有一點味道啊 還有一點味道 我們可以從這個掛呢 就了解哈 那這個掛非常好 非常有意思啊 各位呢 就可以深入這個 例子呢 很多 所以我們 啊 再舉一個關於青龍 代表喜慶的日子 事情啊 各位打開一百八十頁 冰子年十二月十七號 紫醬紫時這個掛啊 紫醬紫時這個掛 丁丑辣葉 某日 辣葉就是農曆的十二月 丁丑年是民國二十六年 未經過房 未經經過上海 也睡一目已 睡一目已 就是已經到了 暮年了 已經到了這個黃昏的年份了 環曝明年 霧營之休旧 請你幫我曝曝明年 民國二十七年 霧營年的好壞 並未 東 克東成義暑 佔 今年流年 鎖斷敬驗 而且說 過去你幫我算過 今年二十六年的流年啊 都已經應驗了 啊 以延期外場事業變動 你說 啊就是 我千里先生說 我的事業外場有變動 家內有三大起庆 家中有三個喜事 國以十幾關係 氣政就商 也因為十幾的關係 所以氣政 放棄政治 來做生意 而奶翁細賢 奶翁細賢就是說 我的父親 討小老婆 妻之妻妾各生一子 其會三喜並臨 啊大老婆 小老婆 啊 也都 各生了一個小 一個一個一個子 一個子 一個子女 啊 這不是一個三個喜事嗎 這樣子 上世盡秉子年所斷之客 好這個掛就是 零子年 所斷的這個掛 為什麼他會 氣政就商 為什麼他會家裡有喜事 啊 蓋重點啊 各位要看重點在這裡蓋 丁馬花用 這個丁馬花用 這個義馬 丁繩 在六任掛裡面 丁繩代表義馬心 丁繩花用 表示有動向 義馬歸紀 這個聖子乘日 聖子乘日 聖子乘日 義馬在營 馬在營 這個是義馬心 什麼叫歸紀呢 就是墨傳 出傳 中傳 墨傳 出傳為花用 移義門 歸紀門 所以墨傳叫做歸紀 歸紀門 所以 上面的花丁繩 下面的義馬 就是這個山傳裡面有兩個馬 一個是丁繩的馬 一個是義馬 只有動向以外 因為這樣子 所以從這裡 從丁繩變到義馬 就是氣正就商 氣正就商 之之陰陽皆稱青龍 這個日乾上面的青龍 這個上面也是青龍 之之陰陽都稱青龍 以其喜上加以喜內也 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喜上加喜 那日之青龍 表示喜事 喜賢 還有生孩子 喜之妻妾 各生一子 喜賢 那這一個就是 氣正就商 那這裡面 有一個名詞就是歸紀 歸紀 歸紀這個名詞呢 各位比較不了解 歸紀就是墨傳 墨傳 就是歸紀 初傳叫做花用 初傳叫花用 中傳叫做移義門 移義 亦動的義 所以這三個名詞了解的話呢 這個掛就看得很清楚 所以青龍在靈移日乾上 日之上 都代表喜事 都代表喜事 那這個青龍 我們就舉這兩個例子 65月 第65月的天空 天空呢 在這個十二神將裡面呢 也是代表空王的意思 代表空王的意思 但是呢 他 因為在這個天以貴人的對方 所以他為詐神 那有一年 我曝一個朋友的年命行年 那一年剛好 他的行年 就是他的歲數 正好走到天空的地方 他那一年呢 就遇到受騙的事情 所以天空呢 在這個 這個裡面呢 很重要啊 我們要說明一下 好 天空屬物系圖 他在六十甲子裡面是物系圖 凶將也 得地則 得天地之雜氣 做人間之詐神 所以這個詐神很重要 受騙之士啊 動武利己之心 他 動了他沒有幫助人的心 靜有妖毒之氣 啊 所以靜的話 他有妖毒的氣 位積天以貴人的對方 天空呢 就是好像一個菩薩要出遊的時候 或是一個皇帝要出遊的時候 對面的那個 因為對面呢 沒有人擋住 所以他是在貴人的對面 蓋於 有名而無死啊 有名而無死 位積天以貴人的對方 有名而無死 蓋於空王相類 他跟空王呢 意思一樣 主西偉巧詐等事 代表西偉巧詐 所以我們要了解 那天空呢 他這裡面可以佔辭送 打官司 佔求財 佔婚姻 佔奴婢 佔考試 佔模式 這一些你都要了解來看 佔辭送 打官司的話 花用或墨船趁天空定足解送 這個佔辭送裡面三船 這裡是天空 或者這個墨船是天空 代表 不會打官司 不會打官司 因為他是空王就化掉了 佔求財 假如天空出現 花用跟墨船的話呢 大計 求財不好 這個錢呢 被炸掉了 佔婚姻 一天空花用 或臨日程 其家必有瓜孤寡之人 或者竹葉蕭條 在婚姻畫面 他這裡有花用 花用是天空 婚姻這裡是天空 這表示他家裡面有孤寡的人 或是在飾客日程上 飾客的日程之上 日程之上 這個地方天空的話 表示 表示呢 這個 家裡呢 環境不好 竹葉凋零 再來 戰奴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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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天空為止,若所稱之神,以日相生相合則己,跟日相生相合才好 否則就逃亡,所稱之神為窺缸 窺缸就是,窺缸是哪幾個字呢?是根序 根序、任序、根臣、任臣、誤臣 這個根序、任序、根臣、誤臣 這四個字呢就是窺缸 窺缸是從八字來的 奴婢並會善良 這個奴婢一定是很高拐的 占考試 天空花用 天空花用的話呢 占考試一定會重 因為他是為咒書之神 坡人模式 易天空花用或入傳 表示 詐被受騙 所以我們從這個 這個天空這個來看 都很注意他的花用 出現實創考試婚姻 或是考試模式 這個都 有他的不好的一面 各位要注意 天空裡面有兩個名詞 一個是天空壁 一個是天空下淚 天空下淚 什麼是天空壁呢? 66月的第六行 天空秤 成序仇位 為之天空壁 天空秤 天盤式 成序仇位 可成小事 不可成大事 若貴人順步 以所秤這神相生 主奴婦同心 因為天空跟貴人 跟奴婢有關係 假如跟貴人相生 就是用人很同心 所稱為日財或易天息 佔求財 主在小人或正道之處 又主貨財 是由希炸而來的 就是說 假如 又趁著神 又是跟日 跟財有關的話 依到這個天洗心的話 表示求財是在小人 或正道而來的 那天洗心是 春天是什麼字 夏天是什麼字 秋天什麼字 冬天什麼字 這樣 好還有一個天空下淚 天干頓任奎 天干頓任奎 比如賈子巡 賈子巡的話 他的任奎是任生奎友 所以賈子巡的話 假如趁生奎 那賈巡呢 是趁無位 是任無睽位 你這個每一個巡 他頓的是任奎 這個各位自己要把它找出來 叫天空下淚 族有死亡之事 主家裡面有人死亡 因為天空下淚 好 這就是天空 必跟天空下淚 天空林子民浮世 主百事有憂 林旭民居家 林旭民居家 啊 主百事聚會 林籌民側試 是側 林籌民是側 事冠主 牽著 平民要謊撥弄 林為民欺禁 為叫欺禁 主詐欺詐得財 林氏民受入 林氏民受入 主互痛下立 在摩世折疾 在摩世折疾 林吟民被制 林吟民被制 主公私口舌 林吾民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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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生民骨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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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主秦偉南策 林辰名四二 林辰叫做四二 林毛名蹭吾 林毛叫蹭吾 金主報克七零 啊 報克七零 林渾民巧說 林渾叫做巧說 林亥民污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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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主堅忍詭忌 那各位要做個錶 把它放起來 到時候算命的時候 可以查查葉 那最好呢 做這個活葉子的錶 活葉子的錶 到時候你可以查 查葉比較好 天空的淚神 為奴婢 為醜戶 為五谷 為藍 為錢 為金鐵 空曦之物 為晴天 一病為氣息 為夏立 一色為謊 一數為五 那天空就是炸神 他是奴婢 他是狗 他的病是虛 夏立 這一些 所以這個天空呢 在這個十二神將裡面 大神 他代表空王 求財不好 考試還可以 好 各位了解這個天空的例子 看這個掛 第一百八十二月 丁醜年九月十六號 成將成十 那這個掛是一個遺失東西的掛 遺失東西的掛 那我們來看 因為這個跟用人有一點關係 我們來看 博人沉默 義父有年以 博人就是河南 河南的有一個姓陳的人 義父有年以 就是住在這個上海啊 有幾年了 家境一妻一勇 家裡只有一個太太跟一個用人 會有同鄉席信者借他其處 會有同鄉席信者正好有一個同鄉信席的人 到他家的地方住一個晚上 當晚 當晚曾起夫私去首飾訴見 當天晚上啊 這個陳太太把這個首飾掉了 故以為夷所期 懷疑啊 可能這些首飾啊是 習先生啊來起 不然的話以前不掉 怎麼他今天一住進來就掉了呢 然無佐證沒有證據 哀難指次 沒有證據的話 那你講的話呢 反而不好會影響能格 就以傑以以 就請我曝個掛 就請偉千里先生曝個掛 以也言有 言無稱有必為 逼切所切 這個很重要 男用人是序 女用人是 言無 那言無呢是盜賊之神啊 前面我們也講過 言無為盜賊之神 他稱以無 由是你用人 一定是 逼切 所辟 姓油 是之類也屬油精 首飾啊 這些東西也是油精 也是油精的代表 油乃日之廠生 油啊 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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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胡銀掛而之上花柚 隨時可得 物藏在家 這裡面有一個密解 鋪六任掛 占失誤的話 凡是鋪到胡銀掛 沉降沉死 天地盤不動的掛呢 东西一定在家里 这个钱老师有过一个经验 好几年前 有一天早上的六点钟 我接到高雄学生 打电话给我 他说钱老师 我的这个十几万块钱 掉了 我记得放在家里 怎么不见了呢 那因为那个时候的夜降是毛 毛降 那他打电话给我的时间 刚好六点 也是毛石 因为毛降毛石呢 就胡銀掛 天地盤不动啊 我就电话给他讲 我说你的东西没有掉啊 一定在家里的 你自己去找找看 一定在家里 好我说你找到以后 打电话给我 三天后他果然打电话来 说他的东西在床墓底下找到了 十几万在床墓底下找到 可见胡银挂记住 占失误的话一定在家里 那缓银挂那就不一定了 好 换胡银挂 而之上花用 随时可得物藏在家 其贞洁之后果 言己勇富 结果呢 他就去叫这个 你用人来问 使见记不为 然后这个你还 你用人就承认了 说他的东西啊 是他拿的 但是呢 请你不要告诉别人 物藏在厨房煤球罗内 东西藏在厨房的煤球罗内 当奉煌而歇功 但其勿张生而 我奉煌你 但是我不做工作了 我也不好意思做下去了 但是请你不要告诉别人 免得我这个面子没有 所以 这个挂呢 很有意思 因为言武啊 跟我们前面读的这个言武也有关系 也有密切的关系 但是我现在这个挂的重点就是 第一个 灰云挂 东西还在家里 第二个 金属也是属于油精之物 你用人就是 油 男用人就是旭 男用人就是旭 好 这个是我们来做这个天空炸神 白虎心 白虎心 这个67月 这个白虎心 白虎熟根生经 凶降也 得地者威门 失地者狼狈 主刀光见血 刀光见血 疾病死亡等事 披刑代杀 灾祸立志 那白虎呢 是一个很凶猛的心 这个西医啊 在看病 都是看一个人身上有续菌 中医啊 在看病 是说一个人身上他的阴阳不调和啊 肝气太旺啊 木气啊 肾啊 这些道理 但是我们命相家在看病呢 就是看白虎心 那我算过好几次啊 有人他的命里面 年命或行年 生病的人啊 他年命或行年都遇到白虎 这个好像有好几次的经验 所以各位在战病的时候啊 要注意 特别注意这个白虎心 那白虎心他是凶将 他是凶将 他得地的威门 失地的狼狈 所以啊 平常的家里的人 不能挂老虎的皮 老虎皮是做大官的人挂 可以 像那个三大王 他的椅子上 换一个老虎皮 这个可以做 震得住啊 所以我们再来看 白虎为前威之将 好 第三啊 白虎为前威之将 失大功做大事 醉喜白虎 如花用货入传 其功力成 其事力就 那这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民国74年 国立的1月21号 国立的 74年国立的1月21号 这一天呢 是美国总统雷根的就职典礼 那这一天就是更生日 更生日 所以呢 我就说啊 美国总统雷根 在这个时候呢 他就任的话 应该是 世界会很和平 那天又下大学 本来要游行的 结果游行起销 所以白虎日 就是失大功做大事 就是要白虎 所以雷根担任总统两任呢 美国全世界的集市都很平安 官角也喜白虎 站官角也喜白虎 要升官的人白虎 带行煞游家 所谓不行 不发言 我们算令里面有一句话叫做 不行不发 不折磨不发达 不折磨不发达 所以行才会发 所以这个做官的人 打仗的人就要白虎 白虎心出现一定打胜仗 但是占疾病罪比白虎 占疾病罪计白虎 如丑胜之神克日 如果白虎来克日 或克煞 或代煞克日 或斗魁趁白虎克日 克年命行年 或白虎之阴神克日 成的年命 最接凶 就是克日或是克年命行年 都是不行的 白虎凌空网或路德 可洪凶化己 但凶煞太重也不能救 所以我就站过好几次 挂里面 假如有白虎心在年命行年的 那一年都要注意 特别注意自己健康 也要注意交通安全 白虎心怕发生车祸 好 占公事罪计白虎及藤蛇克日 占公家的事成 罪计白虎跟藤蛇克日 应二则为血光之神也 血光之神不宜 占木神 占木宅 是白虎所临方 可断其有 有岩石或神庙 占木宅 稀释白虎临在何方 可以看出 这个地方有那个庙 好 占行人 以白虎定之 占行人看白虎 出船 白虎在出船又花用 马上会到 在中船在途中 在末船就不会来了 就是 看这个山船 山船 这个 马上到 中船在途中 末船不来 还有占孝湖 白虎心 或钓刻心在之 这四刻里面 这个地方是白虎 又临钓刻商门 表示家中有校虎 或有外虎入宅 或是有人 不好的事情 入宅 占天时 占天时 白虎心花用的画 代表 大风 白虎心是风 所以呢 很会画老虎的人 这里面一个秘诀 很会画老虎的人 一定要更生日 更生日这个时程来画 这个日子来画老虎 一定画得出神路画 因为它是代表老虎心 还有呢 更生日下午的三点到五点 叫做白虎闲蝶 白虎摇着一个贴子的意思 洗贴的意思 收到的电报或是 信件都是好消息 甚至传真也是好消息 所以白虎闲蝶 那这些智慧呢 各位都要去应用 都要去应用 那我们来看这个白虎心的 下面的这个盘 这个盘就讲 两个名词 一个是白虎仰视 一个是白虎闲蝶 白虎闲蝶 就是刚刚讲的 更生日下午三点到五点 你接到的一个电话 电报 就是一个好消息 什么叫白虎仰视呢 来看六十八页第二行 正页乘生 二页乘银 三页乘四 四页乘亥 中俄复时 那五页又是乘生 六页又是乘银 七页又乘四 八页又乘亥 这样子 叫做白虎仰视 租租租租大作 这个不好的事情 秤四五名白虎招勤 租消灾营货 因为白虎在四根五的地方 叫做焚身 白虎被老虎被火烧了 所以这个消灾 灾祸 消 弥消 好 那我们来看白虎在地盘的作用 在害子 叫落水 白虎领害子民落水 祖阴书隔绝 心阴性没有 零四五名浑身 祖 殃货消灭 零毛友为灵门 灵门在门户上面 祖 伤者人口 零仇位为在野 白虎在仇位叫在野 祖损坏牛羊 零银名登山 再银叫做登山爬山 示范占德大吉 平民占德大凶 零旭民落井 在旭的话 要落井 祖 仿祸为虎 零申名闲蝶 前面讲 这里重点 白虎闲蝶在申 就下午三点到五点 祖有佳音 这句话很重要 临臣民四人 在臣的地方叫做四人 咬人的意思 祖 灾伤行路 至兄之相 以上呢 这个各位要做个表 白虎之类神为病人为道路为麦为炎为虎为金铜铁器 一病为阿血吐血 为真正 真正就是抽筋的意思 一色为利 一数为七 一数为七 好 以上呢就是白虎心 在这个六人挂里面的智慧 各位如何去了解他 各位如何去了解他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例子 这个挂 第172月 丁丑年4月15号 升降害死 这个挂 血军战欺病 一夜十神称空必为凶格凶格阻塞不能饮食之正 这句话很重要 这句话我们要了解十神称空 这个空就是天空心 天空心 这个子啊 金生水 金生水为十神 我生则为十神 所以金生水这个子是十神称空 天空 十神就是口福 所以八字里面有十神的人 表示他的命里面呢 有口福能够吃得比较好 所以十神称空必为凶格阻塞不能饮食之正 日轨花用 陆临死地 夫战欺而柴咬直空 这几句话都是很重要的话 陆轨花用 日轨花用 这个是否是关轨 关轨来克他 关轨花用 陆临死地 新的陆在游 新的陆在游 游在什么地方呢 游在这个子的地方 金长生在世 长生沐浴 冠在林冠 地方摔病死 到这个算到这里是死 所以陆 陆就是我们的瘦陆 石陆 关路 瘦陆 陆在死的地方 夫战欺而柴咬直空 这句话也很重要 辛亥日 辛亥日 银毛空亡 所以这个摇 这个摇空 这个摇空 所以他这个每一句话 每一句话都能够抓到要点 讲的都能够抓到要点 这个就不简单 皆不祥之兆 水墨船 害水治鬼 虽然墨船的害水来治光鬼 因为水克火 是害充 是害充 可以治他 高眼残船而已 这高眼残船而已 而且各位看 我们生病 看白虎辛亥 这个亥呢 就是白虎 表示这个人生病了 这个辛呢 就是辛亥 为什么会辛亥呢 辛苦受害 非常辛苦 又非常受害 所以辛亥日就是 辛苦受害之日 辛苦受害之日 所以 这个沟远残船 五月秉武 火势更旺 到五月 现在是四月 国立五月 秉火势更旺 必不至于 上星期 谢金又来以 俗为和婚 上个礼拜 谢金来 他就要和婚 所以人啊 非常现实的 老婆一走了 马上就要结婚了 和婚了 所以 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 各位在这个世界上 你就要有这种立面 看得开 像谢金这样子 盖前妻已故 您交续言 前妻啊 已经过世了 要再讨个小老婆 行期时已何止 问他时在什么时候呢 因滴水不入 请妻打针也王孝 言至四月三十号 终于保隆医院 那四月三十号 这天什么日子呢 是丙迎日 已交盲众 火至 木火狂直 鬼力迷藏 信宰 数字不可讨厌 而且他会死在 丙迎日 这个才高明 我们来算算看 为什么会死在 丙迎日呢 这个就是树 一个 宇宙的一个树 整个挂的用神 整个挂之所以 不会死 就是因为这个害水 害水来克这个 四火 那银 为什么会死于丙迎日呢 银害一核 银和害以后 使他害水 无法来克四火 把他牵绊住了 而且这个白虎心悲和 就是说 发挥他的作用 而且这个时候 已经交丙武业 丙武业火力更旺 丙武业火力更旺 一定要克他 一定要克他 所以这个好几个角度来看 一定要死的 最妙的就是 和这个害 丙迎日 所以宇宙之间有一个树木 有一个树字 那这一个挂呢 给我们得到很多智慧 第一个石神称空 第二个日鬼花用 第三个路灵死地 第四个七财空亡 七财药空亡 第五个丙迎日的河 还有座人 就要有这种 哪都起放得下 老婆走了 再讨一个的智慧 这是现代的人生 太常 各位看六十八页 太常 太常属己未徒 即将也 为事实之喜神 主宴会九十 一贯文章等事 所以太常是喜神 文官要看清隆 武官要看太常 文士清隆 武士太常 好 战官醉喜太常 战官醉喜太常 如初末舰 船舰太常 协议天马亿马 手求避税 花用 初船末船 是太常的话 就是说我们这个三船花用 这里是太常 这里是太常 再加上义马心 表示动 船中见何魁太常 这里面还有叫做何魁太常 什么叫何魁太常 这个三船里面 有序 又是太常 三船中有序又叫太常 何魁太常 足有两重硬寿 盖何魁为硬 太常为寿 这个序就是硬 这个是寿 好 太常花用 太常花用也很重要 太常花用又以临日成 就是日上神或成上神 为应寿心动之相 令主喜庆 若所乘之神望向 而宜之相生 示范主谦官 平民主梅朔婚姻 所乘之时候 修求而宜日之相生 相行相克 这主财博不安 货物不定 太常呢 代表我们的衣食住行 吃的穿的用的 衣食住行 假如在这个 衣博九十一关文章 所以太常花用 好的话 旺的话就是好 好 太常被博 这个也要名词要注意 太常被博就是 春临晨夏临游秋临茅东临市 春天就一二三月 四五六月七八十九月 九十十一月 叫做太常被博 主百事所消 百事都被罗说了 还有趁先碰伤 几位日 这一天 的五位二时 五位二时的 这叫趁先碰伤 趁先碰伤的话 趁先碰伤的话呢 表示什么 这一天来请客 就是几位日的五位二时 来请客 有兵主接欢之下 兵主接欢之下 那民国六十八年 六十八年就是几位年 那一年就是几位年 那有一位曹老师 叫做曹颖珍老师 中医师曹颖珍 曹颖珍老师呢 他在那一年 他发明了一个秘荒 一个药荒 叫做几位山 几位山 为什么叫几位山呢 因为他在几位年发明的 他认为这个配方很好 他为了要纪念它 所以叫做几位山 这个几位山呢 就是专门治胃肠病的 胃肠病的 那各位呢 有胃肠病的话 不妨试试这个配方 几位山 他那里面的理论很好 比如小孩子为什么会发烧 因为小孩子会拉肚子 小孩子一拉肚子以后啊 就是表示要发烧了 因为胃肠不好 所以整个健康就是胃 肠胃 拉肚子就是健康不好 他的几位山呢 有十一个配方 十一个配方 十一个配方 各位可以到台北市 汉口街一段 七十一号 台北市汉口街一段 七十一号 南京太生堂 南京 太生堂呢 去买 买这个几位山 太生堂 陈老师呢 经常在服用 就是说 吃了这么多胃肠药 只有这个胃肠药 不负作用 不会发生作用 那有一次小孩子 快发烧了三天 没有退 给他吃一点点 吃三分之一 诶 再给医生看一看 就好了 所以这个 几位连几位伞 这个智慧呢 各位要利用 要利用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面 看太常灵地盘的 地支的应用 在这个69月 倒数第三行 太常灵子 叫做和相 主因九十而受罚 您资认 您赤目 您赤目 主有 残王遗坚 您毛 您一贯 主财务损失 您蓄 您立命 主尊兵不合 您声 您贤卑 贤卑 您愁 您受决 您愁 您受决 金主尽职签关 您市民住院 四是住院 您为民庞商 金主征召喜庆 您为民庞商 您无民称宣 赞文书 远信经级 您成名配应 您成名配应 主 利事患 不利 平民 您害 您征召 害是征召 金主 上喜下阵 您由名利剑 您由叫做利剑 主事后 有争夺 那以上这些就是太常在地盘的 这些智慧 那这里面呢 就是蹭伤喷先 就是几位日 每逢几位日 几位日 60天有一个 一天 40 50 50位时 这个时间来请客 兵主接欢 太常之内神 为五官 为九时 为一贯 为马 为燕 为羊 一病为四肢 头腹不宁 一色为黄 一束为八 这个就是太常的人物 五官 还有一贯 这个卦 第172月 丙子年5月29号 未降害时 这个卦 云翁服务海关多年 因病而泥告退 他因为生病而想退休 就一铺烟 请我铺个卦 一夜恐不获准 可能不会被准 为尊子必有人 掰包带耳 你也能退伍 但是你的职务 有人来代替 明春则可以言归 到明年春天 才可以离开 为什么呢 该卦名回还 乃静旺之气 而为退位之相 那这个卦名回还 这个很重要 什么叫做回还卦呢 回还卦就是说 三船不离四刻 你看 你看这个三船 只生成 这里有只生成 三船不离四刻 三船不离四刻 这个回还卦表示 这个事情在那边绕 在那边绕的意思 所以这是回还卦 为什么在净旺之气呢 因为他这个扑卦是五月 五月六月七月八月 金水就来了 而且这个生成 生成只是水到冬天 所以净旺之气 假如这个是 假如这个是冬天的话呢 就是退气了 而会退位之相 初中空线 日暮归之 这句话很重要 初中空线 这个子是线 这个臣是空 因为根子日 臣氏空王 子丑线 因为臣氏空 所以在这里的就是线 所以初中空线 日暮归之 日暮归之 因为根的路在什么地方呢 根的路在深 深在这个滋上 就是他的跑到这里来了 日暮归之 是有替职之客 因为日暮归之 所以才会有人代替 客船脱干并非一时可矣 什么叫客船脱干呢 客船脱干就是这个图 这个客船相脱脱干 你看 生子沉 生子沉水级 来脱这个根筋 根筋是筋来生水 我来生三船 叫做客船脱干 病会一时可矣 这个病啊 不能 不能一时会好 明年牧村晨夜 龙神空木 则瓜地成熟已 到了明年的晨夜 晨夜的时候 这个龙神 青龙心啊 这个龙神 走到空的地方 这个瓜地成熟就表示说 机会才是最好 春旺一幕 木为日彩 春天是木 根筋的财在木 木为日彩 且有祭款到手 公司会给你很多的钱 后果上风爱其钟情 为喜劈退 而已已病假 嫌疑顾及酒言 因为他的病啊 很久才会好 始于丁丑年三月免职 并给予重金 到丁丑年三月才准他免职 而且给他很多的钱 那这个瓜里面 我们得到了几个智慧 第一个 叫做客体回还 回还 这个很重要 第二个 龙神空木 日露归之 日露归之都代表 有代替的现象 还有客船脱干 这些智慧呢 各位都要去学习 都要了解 那就是说我们研究这个瓜 就是要到处的看例子 会排了 会那个以后 你就要开始看例子 从例子中找到那个答案 找到如分析的答案 当你了解的这个条件越多 那你判断的就会越准确 这是钱老师研究这个 挂的这个智慧 挂的经验 那我们呢 这个第一集 就是说 第二集的第一片录影带 我们就录到这里 这就是 然后大家看见 那边